我们当时那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 英语老师有个爱好 就是给每位同学取英文名字 哇 你被英文老师取过名字吗? Eddie 为什么叫Eddie呢? Eddie 因为很有A嘛 Eddie 前方你呢? 我有一个英文名 叫什么? 我叫Dato Da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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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叫什么 叫Oskar Oskar 给你介绍一下周老师 他叫Oskar 姐姐叫Glammy 二舅叫金鸡百花 对 我们那时候英语老师叫我们取名字 就说要用你姓氏 前面那个字母开头 比如说我姓汪 前面是W 对 然后就叫我 WC W嘛 公测兄 叫William 但我老师就很奇怪了 周大卫同学 你的英文名字叫Simon 为什么不叫David 对呀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叫David呢 田园老师也是 田园的那个T Poilator 对 马桶 马桶 小五你的英文名字 关系里面是Tanas 但是呢 我这个名字的趋势 我真的从来没用过 没关系 我给老师给你取 周老师 书读名注 小五啊 是我们天天兄弟们最帅 人寿连载 各个子高 对 小五 金 金 然后英文是K 咱们就K开头 对 开头 Kimchi Kimchi 泡菜 Kimchi 可以 因为Kimchi是因为韩国的特长嘛 可以 听不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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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我的英文名是什么意思吗 Oscar的意思就是神的毛 那个毛 那个毛 那你说清楚啊 想哪去了 我以为 神怎么会有毛呢 就是神的武器 神的武器